大家好,今天大家分享菌菌一叶 入冬之后我们要如何养护菌菌一叶 因为它是不耐寒的一种植物 当气纹逐渐的下降的时候 这个叶片就会出现干扁发黄脱落的现象 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一些土长枝 可以进行适当的给它修剪掉 那么当气纹保持10度以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搬回到室内养护 也可以把它放在室外养护 但是在室外养护的话 我们要做好保暖措施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小方法 来给菌菌一叶保暖 就是给它使用一个塑料袋 最好就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这样子把它完全照起来 整个基础把它照好来 这个塑料袋上面给它搓几个洞 让它通风 再把它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阳台或者是窗台 能让它充分的接触阳光 还有就是由于菌菌一叶它是比较耐干旱的 就是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一定要根据盆土的干湿度给它浇 不要给它浇的太平凡 避免盆土出现汁水导致浪根 等到它完全干透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浇一次水 但是呢在冬季的时候 刚接出来的自来水往往温度是比较低的 我们要给它放置二到三天左右再给它使用 为了它的根系生长得更加好更加壮的话 我们在自来水里面给它加上一溜 就是使用这个鱼胰菌原露 它里面含的鱿鱼活菌比较多 乳酸菌 酵母菌 光合菌 在这些菌制的作用上 我们给它浇换这个盆土的话 就很快分解出土壤里面的一些有质物质 浇的话就一次性把它浇透 这些水呢也可以用来喷洒叶面 为了就是给它清洁这些叶片上的一些灰尘 能让这些气孔更好的失收 还有就是可以给它进行光合作用 能让它继续养分兜了 这个根系呢更快的木具化 快速的成老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